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其实您只要在每天的中午12点半发送盘中直击这四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获取到嘉宾们在五间发出的最新观点了 好了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今天到场的嘉宾还有杨靖农来听一听他们对于后市级板块的最新研判 杨靖农你好 好的 其实我们就到今天A股市场出现了一个探底回升震荡整理的走势 那么这个走势跟昨天我们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的基本观点 是几乎是一致的 我们从周一的时候就跟大家介绍过 本周在这个地方多周阻力要攻击是非常容易的 那关键是他想不想攻击 想不想去冲击3300点的整周关 想不想去冲击前面的高点3305点呢 那么从今天的盘中来看 确实他有这个能力 但事实上他没有想去攻击 这个才是真实的 目前来看他还没有到真正想攻击 攻击前高攻击整数干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市场的特征 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盘中的走势 从今天的盘中走势来看 上午是一个震荡整理冲高回落的走势 然后接下来是一个探底回升的走势 到了下午2点钟左右 我们看到这边突然出现了一波拉升 这个拉升的动力来自于哪里呢 就是来自于券商板块 我们来看看券商板块 券商板块今天下午2点钟过了之后 突然出现了这个直线的拉升 我们跟大家一直介绍过 对于这种盘面的一个特殊时间段的异动 一定要关注 这个一定不是个人投资者拉起来的 中国大妈会约好时间去跳广场舞 但一定不会约好时间说一起去拉 券商板块 这种市场的迹象一定是代表了多特主力 在市场发出了一个明确的盘面的信号 它告诉我们什么呢 如果你能正确解读这样一个市场的信号 那应该说你就把握了市场主力 在这边明确的一些市场的盘面语言 这个盘面语言明确告诉我们 在这个地方它要拉起来 非常容易拉一下券商板块 马上就指数接近了非常接近了3300点了 今天离3300点只差了一个点都不到 只有零点几个点 也就是说这样的拉升告诉我们 它要拉起来非常容易 那问题是它想拉嘛 接下来走势就让它自由落体 放下来了 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事实上它没有想直接拉起来的这种想法 但是它不断在告诉市场 我是有能力拉的 只是我不想拉 拉的时间可能还没到 反正在这个地方 我们冷藍从这三根K线 本周的三根K线 看见了明确的横盘震荡整理的格局 这个走势我们周一的时候就跟大家介绍过 从周一的量价的关系 从股指期货的空头阻力的动向 我们就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 昨天我们冷藍给大家这样一个结论是 本周并没有想攻击的态势 我们看到这两天的K线组合是什么呢 是两根十字星 十字星一般来说给大家的感觉是 在这个地方没有方向 多空拉锯多空平衡 那这个就出现了一个 在现货上上面指数分析系统中 这有一个重要的盲区 我们为什么在这个节目中持续跟大家介绍 通过股指期货空头阻力的意图 来解释这个市场未来的一个走势呢 或者说解释它的一个短线的走势呢 就是因为在这个地方经常会发现有十字星 十字星在现货的角度来讲 你就进入了一个盲区 指数的盲区 你不知道未来短期到底是明天涨还是跌呢 那么这个阶段我们就会把股指期货 看空头阻力来研判这个市场的技巧 来告诉大家跟大家分享 今天我们在开场白就要跟大家讲讲 今天在这样一根十字星 股指期货空头阻力 到底是有了什么样的动作 今天显然出现了一个不寻常的信号 今天收盘以后我们发现 护城300它是加了1272手的空单 上阵50是加了多少呢 加了657手的空单 中阵500是加了873手的空单 从这个角度来看 昨天还没有加这么多空单 为什么今天这个十字星会出现这么多的空单呢 我们的解读非常明确 在这个地方要知道 现在对于个人投资者一些私募基金来说 对于某一个账号来说 你加的空单或者多单 都是有严格限制的 但是突然出现这种超过1000手的空单 特别是上阵50 我们周一的时候也跟大家介绍过 这个阶段我们持续公众观察的过程中间发现 整个持仓那样的总数在大幅度的下降 换个角度来讲也就是没有人 没有一家机构敢在上阵50中间 即使上周它破位的情况下面 也没有一家机构敢于在上阵50上面 敢于大胆的做空 但是今天这个数据都不同形长 600多手 只要中阵500它的空单 加上超过500手以上 我们就必须给足够的重视 包括上阵50 上阵50超过500手的空单 就必须给足够的重视 中阵500今天也是875手 这个单这么大的空单 机构加空单 个人投资加多单 这是我们整个分析系统的一个基础的理论基础 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虽然现货的角度来讲 是一个十字星 但是今天这个十字星 其实不同凡响 在股指期货那边 它开始大量布局空单 所以对于短线的走势来讲 我们这个判断 更加坚定了我们对短期走势的一个判断 这个地方不是阻力没有能力去供 今天拉一拉券商就可以供上去 拉一拉保险拉一拉 这种银行就马上就可以站上3178点 问题是 它愿不愿意在这个时间段 在本周直接供上去呢 我们的答案是否定的 因为从今天股指期货这么多的空单 这种角度来讲 它可能选择的一个短线的节奏是 先回调再上供 这个观点供大家参考 有关这些数据 股指期货这些空单的解读 我们仍然会在明日抢相报中间 跟大家做详细的分享和介绍 好的 有关今天的视频交易情况 以及消息面情况 我们先进短片来看一下 编辑给我们汇总的具体的内容 今日市场风格转换 上证武林走势强劲 全天维持震荡拉升态势 盘中涨幅一度超过1% 最终收涨0.62% 创业板值继续回落 全天维持震荡弱势走势 收跌0.42% 监管方面 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 本于认真贯彻落实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 加强和改进金融检查工作的通知 要求坚决查处那些 兴风作浪的金融大鳄 搞全钱交易和利益输送的内鬼 特别是要加大证券期货犯罪打击力度 行业方面 去年底以来 国务院和各部委印发的 完善环境保护顶层设计的文件 多达40余个 环保产业政策驱动效应明显 夜南人士表示 利好政策的相继出台 提升了环保产业市场的需求 为环保在13.5 形成新一轮的发展 做好了铺垫 板块方面 在今日召开的 世界机器人大会上 北京首次发布 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路线图 提出到2025年 建成全球新兴的 机器人产业创新中心的战略愿景 2016年 中国工业机器人产量 占全球四分之一 语音识别 图像识别等领域的技术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分析称 机器人领域 或将有长期的发展前景 好的 欢迎回来 首先把今天来到 影博士现场的几位嘉宾 介绍给大家 在我右手边的是 邱光明 周小刚 和我们的评论员 老王王志峰 首先跟光明讨论一下 光明怎么看 接下来节奏 到底怎么运行 我个人的观点是 小盘股可能有一个 不是小盘股 就是中正500 可能是有一个调整的过程 因为从中正500的走势来看的话 这两天已经是出现一个 两年因的 两年因 那么这个是 我们知道之前 我们在3月份的过程当中 或者说是去年的过程当中 基本上是以中正500 先调整的这样一个 态势而形成的 那么所以从目前 今天的这个走势来看 尾盘 接近尾盘的时候 拉券商 这个一般是 调整的一个信号 那么包括 技术上讲 现在小双头的这个位置 成交量是 出现了一个背离 包括技术指标 也出现一个背离 所以说短期来看 无论它是否先 攻击这个305点 不论 拉掉或者不拉掉的话 我觉得先有一个 回调的过程 回调之后 我们再看 是不是有 有新的一个动作 这是从短期来看 那么从更长点来看的话 我觉得从5月份的 这一波行情的 主要的一个逻辑 是MSCI 这个加入之后的 一个估值修复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 我带了一个PPT 是世界主要的 一个估值的PE 其实我们知道 最近的一年的行情 应该来说 跟以往10年的行情 已经有一个明显的变化 就是由原来的这个 快跌或者说是快牛 变成了一个 小幅攀升的一个格局 这我觉得和国际接轨 是有很大的一个关系的 那么在这种条件下的话 我们要关注 就是和世界 我们站在世界这个舞台上 来看我们现在的PE 是达到一个什么水准 那么这个PE 这个图已经详细了 详细地列了 主要的世界股指上面的 一个PE的一个图 那么我们的 现在的创业版的 股指还是相当贵的 是在50多倍的一个市盈率 那么排下来是中小板 接下来是A股 其实在我们的 我们在这个世界的表上 还是排名 应该来说是 估值是比较高的 那么为什么 我们现在的指数 在这个一年当中 还是涨的呢 因为我们看最后 排在最后的是护升300 那么可能更低的是 上阵50 那所以说这两块 它是估值比较低的话 那么导致了 我们的整个的指数 是上涨的 但是我们的 整个的小票的估值体系 它没有随着5月份的反弹 而这个有的一个 大幅的一个上涨的原因 那么这是 这是从这个 整个市场来看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带了一个图是 从市场当中 我们看整个板块的 一个估值的情况 行业的市盈率 对 行业的 行业的这个估值来看的话 其实也发现 我们的汽车 家电 包括这个白酒 它是估值比较低的 包括银行 所以说我们看到 这一波的5月份的 这一波行情 或者说之前的行情 基本上是由 这几个板块来带动的 我们看到 看得非常清楚 特略50 对对对 那么到了现在 我们看 接下来的就是 30倍以上的 这些板块 基本上 表现是非常弱的 那么所以说 我觉得这个估值修复 到了目前为止 应该来说 已经是达到了 国际的一个水平 我比较了一下 比如说像家电 我们的索尼 三星 惠尔普 这些家电公司 跟我们的 目前的一个 上市公司的估值 已经基本匹配了 那么再加上 这个白酒里面的 我们的烈酒公司里面的 比如说像 像威士忌 这些的 世界级的一些 酒类 它的估值 也和我们这个A股 匹配了 所以说 从这个角度的话 它们的估值吸引力 对海外来说 已经不是特别的强了 那么所以说 目前我们看到整个的这些 家电和白酒 都处于一个高位震荡的 一个态势 那么如果说 要进入上涨的话 我觉得要有一个新的 一个超预期的东西存在 这是从这两块来说的 那么如果说 加上 现在就看一个供求关系了 那么如果说 现在还是资金面 还是比较宽裕的话 那么这个指数 可能还一定上了空间 但是我们知道 最后一张图 就是我们的 解禁的一个 17年解禁的一个 市值的一个图 就是我们现在已经面临了 8月底到9月份的一个时间 9月份的话 是全年 解禁市值比较大的一个月份 解禁高峰 解禁高峰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也就是说 供需有可能 比较有一些失衡的一个状态 本来资金面就不够 对的 那在资金面不够的情况下 如果解禁量一旦大了之后 短期可能会有一个调整 或者说是修审的一个过程 那么在这个时间节点 我们现在已经是 8月20几号 那么在这个时间节点的话 我觉得 有些资金主动选择退出 那我觉得也是有一个 逻辑存在的 所以说我对 未来的 至少两三周的时间 我是有偏谨慎的一个态度 两三周之内 可能要调整一下 调整之后 我们再来看 未来趋势的转变的情况 是的 小刚刚跟我们讲讲 这两天其实市场 分化也是比较严重的 上周50走得比较好 中周500两年赢了 跟我们讲讲 对分类指数的一些具体看法 实际上上周 我也发表了我自己的观点 对三个指数都发表了观点 那么我对上周50的观点 我从来没有变 我认为这个指数 是最难用技术去判断的 或者说用技术去判断 上周50 我个人认为 我个人的观点意义不大 我的观点很明显 上周50在今年下半年 还会是整个市场 或者说推动 户指上涨的一个中流砥柱 这个板块 我认为很难 就是倒下来 我认为很难倒下来 这是第一点 球马已经高度集中了 第一点 那么我对户指的观点 是这样的 还是延续上周的观点 就是我认为户指 3265点是一个短信试进时 因为上次刘俊柱节目 我也跟他说了 如果户指重返了3265点之上 我认为他跟创业版的 就是那个 彼此的一个对应关系 会稍微改变 因为上周很明显 创业版走得非常强 户指相对 相对创业版走得弱一点 但是户指重返了3265点以后 相对来说 这两天 大家看到 创业版有一点点回测了 已经大概应该是 今天回测了 第五个交易日了 那我的观点没有变 户指3265点 是一个短信试进时 我认为就是 本周四和本周五 有可能户指会回测该点文 但我认为该点文 还是有比较长的支撑的 因为从上周五年来看 主力资金做多的意愿 我认为 或者说户指的意愿 还是非常足的 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的话 我是还是谈创业版指数 因为创业版指数 还是一个 大家中小投资者 非常愿意关心的指数 那么上周 我来跟刘金做节目 我表达过我的观点 我说 它的压力位 就在1844点 至1870点 我说 它在该区的哪一个 具体哪一个点位 我很难判断 但我认为 它在这个区域里 它冲高了以后 会有个回踩 那么本 从上周看 在年纪的附近 对 它实际上最高点 达到了1845点 那么为什么要这么样做 因为从技术上看 它如果打破了前高以后 所有的技术派 会认为 后期 它很难会去跌破 1641点 那么实际上 这次推动 我个人认为 推动创栏筹的资金 推动创栏筹的资金 它的目的 就是要打 打过1844 然后造成 技术派认为 不会跌破1641 那么 现在 从创业版指数 我对它的判断是 它现在 它会回踩 21均线以后 还会再一次反弹 再一次反弹的话 我认为 还会受阻于 1844到1870点 这是我对 创业版指数 短线的观点 那么对 中中500指数的观点 我跟广民 有一点类似 应该说 中中500指数 应该说 实际上是 应该说 从反弹以来 走的 在三个代百姓 指数当中 走的涨幅最大的 一个指数 就是从近期的反弹以来 我表达了意思 不是从去年 就是两月份以来 那么这个指数 实际上 大家都知道 它实际上是受到了影响 这个指数的 强周期板块的影响 但是 因为大家可以去 有细心的投资者 可以去关心一下 动力煤期货的 一个期货价格 实际上动力煤期货的价格 它远远要比 我们的强周期板块的 钢铁 铝 它的见顶的价格 见顶的时间 远远早 那么大家都知道 实际上工业 你所有的工业生产 实际上是离不开电力的 就是一个发电量 那么实际上 动力煤期货的 不愿意上场 我个人理解 是机构投资者 对后续八月份 或者是对九月份 就是过了一个 我们言论的夏天以后 对发电需求 用煤的一个需求 大家已经趋向于比较 没像前期这么乐观了 我说个人这样认为 所以应该是说 强周期板块 在近两个 上周四以来 实际上也是出现了一个 强周期板块 也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调 那么从今天看 我认为强周期板块 短线肯定还没探明一个 很明显的短线底部 那么很可能 本周四和本周五 强周期板块很有可能 还是空方会去重点攻击的一个对象 我说是个人判断 如果强周期板块找到一个短线地点 实际上对盘面的人气是有利的 刚才杨基隆您也说了 应该说 主力今天启动了券商板块 包括银行板块 为什么 我个人的观点是这样的 为什么没有冲击3305点成功 我个人观点是这样的 因为实际上从昨天和今天 都出现一个很明显的迹象 就是上证50在上涨的时候 实际上就盘中下跌的加速 远远大于上涨的加速 比如说像今天 下跌0%到3%的加速到收盘是1700加 但是上涨在0%到3%的加速只有965加 那么表明就是上涨50在上涨的过程当中 市场其他资金跟风的预远不足 那么主力如果他这个时候 他强行去冲击3305点成功 就像广敏说的 他还会回踩的 所以我认为还是这个观点 他逾期这样 他现在这里先主动性的去回撤 我认为在这里 户子在这里的回撤还是良性的 而且他的回踩的低点 我认为即使跌破了3265点 也会高于前一个低点 就是3200点 那么当时我一直说的 户子实际上他3305点 他在周性上第13周 建了一个阶段的顶点以后 我对他的观点一直没变 他的调整时间应该是在3到5周 然后调整的最低点 不会跌破3180点 那么从目前为止看 还是没有对破 所以我认为他这里 即使在怎么走 波动都是正常的 我个人认为 户子在9月份 还是非常有把握 去冲破3305点 但是我强调一下 仅仅是指数 不是说户子冲破3305点了 代表市场赚钱效应的 一个全面回復 不是这个意思 现在指数跟个股的分化 非常严重的 对 这我一定要强调一下 老汪给我们点评一下 今天我们这么巧 三个人基本都是认为 这个地方短线还是先回调 然后再去叙事上工 你怎么看的 好的 那么今天这个时间点 比较关键一点 在这个地方 我先谈一些自己的观点 那么昨天我也还在这里做 昨天呢 其实我在这里面 曾经也提了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地方 是一个什么样的 这个调整浪行 是不是大的一个ABCD档 如果这个是B浪的话 就是新高 它也是会有个下来的要求的 所以我昨天讲的 就是无量上涨 至少一个滚动高抛 从今天那个角度上来讲呢 那么今天刚才一些数据呢 也是不验证了 昨天我这些这种预感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觉得呢 这种预感在未来的五天 可能大盘会有一个 比较一个 对现代盘面 一个大的一个变化的一个特征 一个呢 我们看这几个原因 第一个 其实这里的上涨的话 就更多的是来源什么 更多的来源是连通的一个付牌 大家对连通的一个预期 同时也穿插着一些周期股的 借外盘的这样的一个反弹 那么我们其实看到 刚才前面的资料里面显示 有些有涉适应率是70倍 那比穿越版还贵了啦 对吧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 你说这个地方 还有一个大的一个很潮的浪行 我觉得还确实打些问号 昨天他们反弹 今天他们主动就回撤了 而且回撤的地方 正好就是竞技平台 所以说这三五天的平台 如果一跌破的话 那么它可能还将 有一个C浪的一个调整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就从时间角度上来讲 从技术上角度 其实最高点下来的是调整了八天 那么这里上涨上去 也正好是八天 成了一个微制形 这个微制两边都是八天 都是八天 对 那么左边的八天是放量阴线 右边的八天是缩量阳线 那么指标在这个地方 我不能说它不可以上去 你自己拉上去也可以 但是我首先做好 它可能上不去 或者上去还会下来的准备 那么这里面的时间节点到了 明天八天之后 明天到下周三 就是一个第九到第四三 那个周期 所以一个是防备 第二个今天应该说 上午动用了保险 如果只动用保险 我说不定还更看多 但是今天上午也跟着 把银行带了 下午跟着也把券商带了 就是这个金融版格全带了 陈教授也没出来 大家也都在看戏 因为大家不知道玩什么 魂改邓台 魂涨 盘面魂涨 却找不到热点 所以找不到一个概念 因此的话 我觉得在这个点 稍做一些防备 另外一点呢 就是正好前周三 正好也是我们两个人 我当时说下跌第五天 这个点后面有一个变化 好的 3280点 明天依然 3280点和时间节点 关注好期了 好的 非常感谢产内嘉宾 对指数的一个分析的判断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一个 连线的环节 今天我们连线的嘉宾 是我们的谈顾仁记嘉宾 熊世烈冷 我们来听听他 对近期市场的一个具体看法 熊世烈冷你好 老爷好 我是熊世烈冷 非常感谢大家认可 最近呢 有一些观众也关注了我的微博 你看我的微博呢 会发现 我在微博上提的最多的 就是分线管理和投资逻辑 然后我最最最最重视的 就是分线管理 大家看这第一张PPT 这上面的第一条呢 就是讲的就是 分控是业余通往职业的门槛 这个比赚钱更重要 大家再看一下 我们职业投资人中 王者巴菲特 他的股市格言 第一条保住本金 第二条保住本金 第三条牢记住前两条 如果你不能够做好分控呢 你的钱随时会失去 所以我希望大家牢牢记住这一点 后面呢 我给大家讲一下 一个选股的一个逻辑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选龙头股 之前呢 我曾经讲过一个龙虎股战法 为什么要选龙头股呢 大家看一下 我们第二张PPT 这上面呢 通过数据分析得出了两个数据 第一 你选龙头股的话 你的收益分析比接近8% 然后你如果你选择的是跟分股呢 你的收益分析比是2 也就是说你每投入一块钱的成本 你所得到的那个收益是多少 这中间呢 你会发现龙头股跟跟分股呢 差4倍 我希望这个数据分析呢 能够帮助大家在操作上 能够克服一些恐高的心理 比如说啊 你在看好这个板块的时候 你就知道你最该买的股票是什么了 非常感谢熊师内人 跟我们分享他的一个详细的数据 等一下回来之后呢 我们也仍然要跟场地嘉宾 来讨论有关未来乐点板块的问题 刚才正如很多嘉宾所提到的 指数虽然在这个地方 还是一个震荡向情的态势 虽然我们觉得短线可能有一定的回调 但是从趋势角度来讲 指数并没有改变它的方向 特别是上升指数 但问题是获利真的是非常难 我们昨天也提到过 目前有两个关键一定要把握住 一 要选对个股 第二呢 还要把握节奏 你要两点都把握住了 才有可能获得一定的超额收益 那么要跟光明谈谈 这个阶段如果短线震荡整理的话 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持续关注的呢 我觉得现在的投资逻辑还是以估值为导向 我觉得未来几年可能还是跟国际接轨的话 基本上是以估值 这条主线应该是不会有太大的偏差的 那么这种题材呢 我觉得是暂时 我觉得是应该先放一边 那么从估值的来看的话 其实前面我一张图已经列出来了 那么前面的图我们看到这个银行股的PE 它是最低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我觉得它的安全边际会比较高 那所以因为我们知道这波下跌当中 银行股的调整实际上是非常早的 大概是在前一个月就开始调整了 那么所以到了今天为止 很多的银行股它已经调整了10% 那么在目前的情况下 我觉得它无论从估值来说 或者说反弹来说的话 它的这个弹性或者说空间来说 相对来说会有一些 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说 可能每天走得很慢 这是银行股的一个缺点 但它不单身创新高 对对对是这样 所以说你会过了半年发现 银行股可能还会逐步的一个 缓步的一个往上推升的一个过程 那所以说你如果是一个 中长系列投资者的话 我觉得把眼光放得更长一点的话 我觉得还是银行股是有一定机会的 这是一个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如果你是比较激进的 或者说它的这个 希望的利润空间会大一些的话 那我个人现在偏好于 真正的一个涨价概念 就是那个采决 采决行业 采决行业目前的PE是 大概是在30倍以下 那虽然说它的估值相对来说 看上去比较高 但是我们要注意一点 就是采决行业的它的受 价格上涨的弹性是非常大的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是说业绩 我们看到中报的时候 很多煤炭股 它业绩增幅都是好几倍 那我觉得因为现在的我们知道 由于环保的一个压力 大多数供给侧改革的一个压力之下 那很多的这个 就是煤炭也好 这个有色也好 它的价格还在不断的往上涨 那么比如说以这个焦煤为例 焦煤的话 现在因为是钢铁的库存 在大幅的下降 那么钢铁库存下降之后呢 很多的这个钢厂需要一个 产量的一个增加 那么产量增加之后 对整个的焦煤行业的话 它有一个提升作用 那么因此我认为 在即使在回调之后 那么当资金没有方向的时候 那么当采决类股票出现回调了之后 那么它的这个估值吸引力就出现了 那么也就包括对三季度的一个 业绩预期的话 我觉得他们的这个至少的业绩 会维持在中报的这样业绩的水平 所以说我觉得这一块 应该来说是我是重点关注的 低估值的前提下面 去关注一些相对估值有优势的板块个股 小关有没有讲讲 这个阶段比较偏重于哪些板块 我首先亮面一下我自己的观点 有一个前提 我跟广美是比较类似的 我认为就是银行板块 还是就是中小投资者 就是你作为打新地仓的一个 配设的一个市值 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板块 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 因为如果上升50后续 它还有上涨空间 很难想象它不通过推动银行板块 来推动上涨 我个人是这样的观点 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 我是今天的观点 就是我认为就是涨跌加速比 要比指数的涨跌 我个人认为更重要 因为实际上讲像今天 或者像昨天这两天 它实际上如果你下跌加速 远远大于上涨加速 就意味着你投资者在市场当中操作 买到个股下跌的风险 要大于上涨风险 过例是小概率事件 指数虽然看上去很好 实际上从去年9月份以来 一直是这样的情况 不管是哪一个代表人指数上涨 它都是推动了 尤其像这次创业板 从1641点 大家可以去复盘复与复 很多创业板当中的个股 实际上或者说冷门股 它每天的成交数量都达不到100万股 它没有得到资金 这次的抄底资金的跟风买入 所以这次涨得最好的 实际上就是创难筹 包括我上次说的就是软件板块 但是软件板块我说了 它是相隔的交易日是很长的 那么从历史规律一块 软件板块 它不能作为这次创业板 启动的龙头板块 仅仅能作为创业板的 一个风向标板块 那么我个人的观点就是 这次如果创业板指数 回踩二次均线 当我可能会短线 会再次会介入一个软件板块 因为实际上我是这次介入了 就是当这个人工智能板块 但是应该说介入了以后 应该说获得收益也不大 因为获得收益 因为我动用的仓位不是很大 所以获得收益也不大 那么这次等回踩以后 我认为可能短线 又会迎来一个买点 所以我认为对软件板块 我认为这次我认为回踩以后 伴随着创业板指数回踩以后 我可能会再次去买入 那么短线来看 我会去向一个防御 我为什么有防御呢 我刚才说了 应该说实际上近两天以来 如果你去石盘操作的话 中刀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 因为我自己的石盘也不瞒您说 这次应该连续中了两刀 所以我个人观点就是说明 就是短线市场当中 你下跌个数大于上涨加速的话 你买的话就很容易讲究不好听 就是越为了亏一点 进入一个浮亏 那么我现在必须把这个 就是整体一个 就是做一个防御 因为我要等市场当中的 上涨加速又出现 就是大于下跌加速了 那这个时候 我再把仓位一个重新放大 因为刚才我们节目当中 一个熊市列人 他也表达了 就是他所很欣赏的 一个巴菲特的观点 保住本镜保住本镜 那么第三点是牢记减两点 那么从我个人来说 我讲一下我自己的观点 就是我24年以来的操作 我的石盘操作 我确实是秉承 当然我离巴菲特水平 还差很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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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能连他的九牛一毛 甚至一根细都不是 但是我可以欣赏 非常欣赏他 我也会就是 我会力争 就是把他的投资理念 作为我毕生 我去追求的一个东西 我自己的操作 我一定包括石盘 包括锦囊 我一定会秉承 就是保住本镜 保住本镜 而且第三点 就是牢记减两点 好的 我知道小邦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间 其实还是非常关注风险的 把风险放在非常关键的位置 因为我谈一下 我个人的观点 我还是要表达一下 就是每一位购买 我锦囊的用户 他背后实际上都是一个家庭 我一定要为他们考虑 好的 等一下回来之后 我们冷来邀请老王 在股市聊聊吧的环节 跟我们讲解一下 今天讲解的是 分各线的交易技术 技术 当然要看咱们的谈股论经了 马上进入到我们的下一个小板块 股市聊聊吧 大家好 我是王志峰 我们接着昨天的这样的一个技术 昨天是应用在股指上的分析 那么这种技术的话 其实在一个个股的买卖当中 我们也可以利用 怎么利用呢 我们把那个股指下跌 转为上涨的最初阶段 一二三浪这个转折点 最初阶段的一个买卖点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们看题版 首先呢 第一个 我们第一句话 跟昨天是一个大的一个帽子 是没有变化的 第二个 当大盘下跌 或者个股下跌 反弹的初期的时候 下跌 反弹初期的时候 有个二浪的调整 往往这个二浪的调整呢 时间呢 有时候是较深的 因此 在这个一旦止跌的时候 开始再次上攻的时候呢 它是有一个买点 表明它一个接速调整 而在这个接速反弹的时候呢 又会出现一个小金差 因此呢 这个金差的增量上涨 更加确认这样的一个调整的结束 那么作为强势股来讲 在上涨过程当中 它也还会有些震荡的 因此在这个震荡过程当中 我们注意 后面的分割的话 就要按照一个上中下 来进行分割 也就是说 后面的调整 如果强势的话 它会在什么 上 我们讲的上分割位 就获得支撑 那么短线的基金客 就这个地方 是一个在这买点 当然如果下来 破了一个下分割位 那也是你的一个止损点 所以呢 在一个二浪 向三浪 初期的转向过程当中 调整的结构 三分之二 一般在这个情况下呢 我们也可以借助一下 就原来大家曾经 学过的一条事情 差不多有四个买点吗 可以套用进去 尤其是突破的时候 这要持股待涨 我们来看底板 下一张 在这张当中 是过去这一波 曾经涨过的一些 个股的案例 它也是在一个 下跌之后 这个上涨 上涨之后呢 回调 其实超过了 这一浪的一半分割 回调比较深的 所以呢 一旦回调成功 净差点 再次买入 而在上涨的过程当中 这波突破前高 它因为是强势嘛 我们把这三位 它会在什么 强势分位 多次获得之身的 获得之身的呢 再次进去 因此呢 我们认为 这个地方 和突破 净差的两个地方 和这个地方 这三个点 是作为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买卖点 因此的话 一旦再放在上中 你就持股待涨了 这是一个过去的案例 我们再看下一张 这下面一张呢 我们相对来说 就用画的是比较清晰的 比如说有些个股 就属于这里上来 第一浪 下来 第二浪 第二浪调整过程 又是比较深的 一旦调整成功 这种K仙形态 成了一个买点 上冲这个高点 其实还是一个 行程经测 再次买点 回敲的时候呢 强制升位 直升位在这个地方 因此碰到 这种状态下的 我们认为 把这个细分放大 对于这样的个股 你可以进行一个 介入的一个 操作模拟情况 就像老王所说的 在这个过程中间 节奏 把握节奏 交易的节奏 还是非常重要的 好的 非常感谢老王 给我们带来 非常精彩的 聊聊聊的内容 接下来我们也进入 下一个小板块 微信连连看 好 又到了 微信连连看的时间了 最近很多观众 发来了他们盘中 操作的技巧 这当中不乏一些 值得我们分享的亮点 其中我看到 刘忠才他说 当盘面出现 大的异动的时候 我一般会使用 对比法找找一桶 例如8月11号 遇到了大调整 我首先会看看 最近的几次大跌 比如说4月17号 和7月17号 随后对比一下 这几次下跌的基本面 技术面和资金面的情况 最后再看一下 前期下跌之后 是如何修复的 也包括了初期反弹 和日后收复等等 在操作策略上 可以考虑几点 一是短线减少操作 包括次数和数量 二是如果初期有反弹 可以先减仓 第三如果是中长线股 可以先减后补 来降低成本 非常的感谢 这位观众 能够将您的心得体会 如此详细的分享给我们 如果说以后遇到市场 出现大的波动的时候 大家也不妨可以试一试 这样的小方法 或许能够给您的操作 带来一定的帮助 好了 以下我们把时间 交还给杨金龙 好的欢迎回来 今天我们在平台上有个投票 题目是3300点 突而不破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认为是成交量匮乏的 占了41% 认为是缺少领军板块的 占了16% 认为是技术免有调整的 要求的占了15% 认为是主力刻意洗盘的 占了25% 认为是其他原因的 占了3% 今天有朋友在平台上 给我们留言 老朋友罗逸琳 他说 今日上阵指数离3300点 仅是一步之遥 本周将在权重虎和 创篮球的带领下面 一举站上3300点 看来罗逸琳周围朋友 还是比较乐观的 另外有位朋友叫 上海小柯拉 他说 由于今天多方主力 未能攻破3305点的新高 明天有可能遭到空方的反扑 防御的阵地时代 3268点左右 新朋友朱卓明 他说 通过3305点又如何 你的股票股价 或许连3000点 这个时候的价格都不到 说得非常到位 这个阶段 我们仍然坚持 这样一个观点是 选对个股很重要 选对板块 选对节奏 踏整节奏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看到 前两天表现比较好的 在涨富榜前面的 煤炭钢铁有色 今天到了跌富榜的前面 这就是一个节奏把握的问题 好的 等一下回来之后 我们要在明日抢先报的过程中间 仍然要详细跟大家分享一下 空头主力 在今天这根小的 假的杨线十字心里面 到底做了什么样的动作 接下来是我们非常期待的 下一个小板块了 明日抢先报 我们来听听看杨静农 是如何来研判 明天的A股走势的 明日抢先报 我们首先来看看 商政指数的日K线图 商政指数目前是 均线多头排列 震荡上行的态势 并没有改变 但问题是今天 创下了近期的低量的水平 上周有个低量是2008 今天又出一个比较低的量 是2043 这个量能说明什么呢 说明多头主力 是无意去攻击冲关 从指标的角度来讲 MACD现在是快慢线 是粘合在一起 面临着一个方向性的选择 短期重要的支撑位 是在20日均线 3267点 那么如果回调过程中间 可以逢低做多 但是绝不追涨 这个地方 它已经没有主动性 攻击冲关的这种意愿 我们来看看 上阵50的情况 从上阵50的角度来看 目前是军线 多头排列 震荡上行的态势 短期重要的支撑位 就是今天的最低点 2639点 但是我们同时可以看到 股指期块在今天 这根阳线的同时 它的总数增加了657手 空头主力加大了阻击的力度 什么叫加大呢 因为昨天我们看到 是加了207手 今天加了657手 那么这就是加大阻击力度的态度 所以短线 这根阳线 事实上你看不出 明天是一定开阴线 还是一定开阳线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连续两天 开始加压 打击这个市场的一个上升的态势 在上涨的两年阳的过程中间 在布局空单 我们得出的一个结论是 短线面临回调 整理 暂时需要观望一下 再做决策 从护城300的角度 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均线也是多头排列 震荡上行的态势 短期重要的支撑位 在五天线 3739点 但是股指期货 出现了特别不同寻常的走势 今天增加了1275手 超过1000手的空单 一定要给足够的重视 昨天它是减了11手的 那么前天呢 还记得吗 星期一的时候 跟大家介绍 加了564手 它现在564手 还没有获利了结 当然这个564手 现在是亏损的状态 它没有了结的情况下 没有认配出局的情况下 今天加大力度进行打压了 这是空头阻力 全面阻击的迹象 所以短线也是面临的回调 暂时也要观望一下 再做决策 我们来看看创业版的情况 创业版今天是 均线多头排列 震荡上行的态势 短期重要支撑位 是在1800点的准速关口 我们来看看武林中正500的情况 中正500估值期货显示 持仓总数是增加了837手 空头阻力也是加大了阻击的力度 因为昨天也是加了151手的空单 所以对中正500来说 短线也是面临的调整 不追高 逢低关注 明日抢先报 我们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是 大概率可能明天回调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供大家分享 好的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有看透来的板块 我们要请出有看透的讲师运用大数据分析的方法 为我们梳理一下今天的论门板块 同时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来参与有看透来的板块的互动交流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小龙 好的 大家晚上好 我是图小龙 那在我选一些品种的时候 我会特别注重于选一些特殊类型的 特殊形态的这样的一些品种 特别是像我在节目中讲到的双回踩 MSD零周 以及像平台突破等等 因为我发现很多一些强势的品种 在启动的时候 也会出现类似的走势 今天的话 我将会通过一个板块来做进一步的说明 大家的话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来参与今天的有看透来来的互动交流 来我们具体看一下 请看到下一张题板 今天的话 跟大家注重带来的就是环境保护板块 我们先从消息面看一下 近期的环保部的话 是在逐步的推行向新的环保税种 而且的话 已经有三个部门的话在逐步实施 相信的话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 还会有陆续的消息将会公告 这对于环境保护板块的话 将会有中期性的一个利好 我们再从走势结构来看 其实的话 最近的一个走势 我们发现 其实有一些资金的话 打了一些提前量 我们看到股价在震荡上行之际的话 超级资金 已经是显示了这种逐步上移的动作 但是的话 还没有到一个主升浪 也就是说 我们在目前的一个航金下的话 依旧可以逢低去关注 它更多的低息的机会 等待后续的一个上涨 那当然了 我们更多的话 还是要去寻找到跟安全的买点 我们来看看短级别它的一个走势结构 来请看到下一张提板 那这是通过60分钟的一个走势 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首先我们在寻找买点的时候 我们不妨的话 把周期稍微调低一点 我们先看到前期的话 其实也是出现了像双回踩 MACD临组之后 在临组附近叙事 一旦MACD黄白线出现 明确的均差向上的话 也是以突破为主要的一个目标 随后近期的话 我们发现 它的MACD的红柱 开始出现了一些缩量 而且棚柱变短 这说明短线的话 它的一个上攻的意愿 动能的话是由所减弱 那当然我们更多的话 去关注它下探之后的一个 更安全的一些节点 而且的话 随后一旦起稳之后 我们刚才随后关注的 它就是再次向新高突破的一个机会 那我们在选择品种方面的话 我们更多的还是要去选择一些 有特殊类型的这样的一些品种 来跟大家稍微举个例子 请看到下一张提板 那今天的话 跟大家介绍的也依旧是平台突破 我们看看近期的话 这个品种的话 也是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一个 平台的一个整理 而且在平台整理的过程中 超级资金也没有闲着 保持一个正当上行的一个节奏 我们关注它后续突破的一个机会 好的 今天的话就跟大家聊到这 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技能 好的 欢迎回来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一个抽检的环节 大屏幕稳动起来 好 停 恭喜这位维号为492的朋友 您将获得贝克电器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 好的 接下来到光明这边 跟光明讨论一下 这个阶段在总体的仓位控制上面 以及仓位里面的这些具体的行业板块的比例上面 是怎么考虑的 我基本上配置的还是资源股可能多一些 那么主要是因为前面讲了 就是说三季度的业绩 可能的保障性会还是会比较强 这个资源股是指钢铁 煤炭 有色 哪一种是比较偏重的 我偏重是胶煤 前面讲过 胶煤的话 因为现在的估值 整个的本身的它的估值就比较低 那么在低估值的情况下 如果说我们我预期的 如果三季报不是最好的话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估值的话 我觉得还是能支撑住现在的股价 那么如果说三季度业绩会 比这个二季度还是有一定增长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现在的估值是 出现一定的低估 那么还有一波上涨的空间 我觉得从这两个角度来讲的话 就是说它的安全边际会比较高 那么同样我们看到这个胶煤指数 和前面动力煤指数相比的话 它明显的是强于动力煤指数的 那么也就是说意味着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股价的话 基本上是所有的煤基本上都在跌 那么尤其是这几天 那么都在跌的话 意味着它们到最终的结果 它是会有差异出现的 那所以说我觉得这当中 是有一个套利的机会的 然后仓位是这样的 我觉得目前来看的话 还不适宜去大规模的买入 因为现在的正好是面临 那个3300点的关控 重仓 对不宜重仓 那么如果说退守下来 如果我个人的预期点位 大概是在3250点 那如果煤炭它的调整幅度 达到15%甚至20的话 那我觉得它的估值的吸引力 就会明显的出现 加上它的超跌反弹的这个吸引力 也会出现 好的 我们到老汪这边 老汪跟我们讲讲 刚才板块的那些内容 还没有跟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 好的 其实目前的话 我觉得在这个地方 更多的是一个 等待它的一个主流板块的 一个重新回归 目前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周期股调整 其实这两天科技股业调整 很多资金回流了 那个上证50这一块 当然小盘的 还有一个八天 七个涨天满的 这个已经没有办法去说了 所以我认为呢 更多的我们抓一些小的机会 比如说这小的机会呢 大家可以按照定点定时来看看 定点呢 就是在反弹过程当中 EXPMA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金叉 那么这种形成金叉呢 其实也是属于在刚才 类似于我们讲课当中 类似于一个三浪的 这样的一个初期的形态里面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或者支撑或者金叉点的时候呢 就可以捕捉进去 这个地方至少短线 在前高位置你也进行了结 你这两根线是EXPMA 这个两根线 对对对对 一个是13一个是55 1355是成数 对对对对 就小分时跟大分时 刷得惊叉的时候都可以的 另外一个 还有一个我们讲的一个定时 定时呢就是最近马上 还有一个礼拜 比如说这两天或下周 还没有公布中报的 而且中报业绩是预增的 相对来说在前期热点板块里面 它没有表现过的 那么这个时候就会提前进行一个低吸 只要在这个区间里面低吸 那么提前13天呢 那么这个时候借助刚才这个技术 其实都可以抓到一些短线的机会的 也就是技术上面满足这个相应的要求 然后就可以逢低可以揭露了 这要业绩还是比较符合预期的 最好业绩预增一些嘛 另外一个呢 因为真正的大牛股 其实也是从这一步开始走出来的 所以呢你在最初呢 你可以跟它进行一个 等于是那个短线操作 当操作好加烟就升了 那么一旦后面再去走牛的话 你其实对这个股 已经有一个最初的了解 你到时候反而会有一个什么 比较快比较及时的一个 在三浪三当中的一个跟进当步 三浪三来了 那当然大家高兴 小关再跟我们补充一下 近期一个操作层面要注意些什么 操作层面我个人是这样的 就是我还是就是先把 就是在盘中 我会把上证50 作为一个主要观察指数 因为就是短线来看资金 实际上它还是在攻击上证50 那么我认为就是上证50 我个人认为 上证50会在未来三到五个交易之内 比户值走得更强 我认为 所以我认为短线可能 我会把这个 还是把上证50 作为一个重要的观察指数 那么刚才我说了 如果在未来三到五个交易 上证50 它在继续上涨的过程当中 影响到创业板走出 跟翘翘板往下跌的话 我可能会到时候 把部分仓位 又去补回到 创业板当中的软件板块 好的 总体我们对市场的认识是 中期的一个趋势 从上证指数的角度来讲 并没有改变 但可能短线 有一个震荡整理 消化的过程 供大家参考 好的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